欢迎来到关键时刻 今天北剑又提训了姨晓威 还有审计经 现在对于整个柯文哲的案子里面 图立罪的证据已经越来越巩固了 剩下的就是行贿罪 而行贿罪的关键就在金流 而金流最重要的关键两个人物 一个审计经 一个柯文哲 看起来两个人都是打死不认 在打死不认的时候 竟然出现了一个破口 这个破口是谁 大家可能想都没想到 这个人居然是陈佩奇 而今天检调又抛出来消息 近来陈佩奇他不是去存100万 他存了600万 而存600万居然花了60次的时间 60次你居然花这么大的功夫 你居然偷回AT院 而且这600万的金钱 到底怎么来的 他完全无法交代 而且完全无法交代 你就发现 当沈庆经跟柯文哲 两个人有互动有见面的时候 柯文哲就会有一些现金 而这个现金到了陈佩奇手上 他就一定要把我给变现 他就一定要去买房子 当你开始要变现 你要去买房子的时候 这个破口就形成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在9月30号的时候 柯文哲单独一个人去见沈庆经 这只有两个人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隐秘的行程 为什么检调可以掌握得这么清楚 难道在整个金华城案的时候 检调就已经挂线 检调就已经介入 其实这个案子早就已经清清楚楚 就像郑文善那个案子一样 压了七年 到了赖清德上任之后 才整个揭露出来 难道金华城也是这样子 有一只黑手将他压住 当这个黑手拿开了以后 其实金华城所有的点点滴滴 难道所有柯文哲跟沈庆经之间的 所有的互动 难道中间所有的金流 甚至陈佩奇 从你开始看房子 你买房子 甚至你今天要成立公司 你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在剪掉的眼皮底下吗 刚刚讲的 现在有个角色 越来越浮上台面 那个就像是陈佩奇 这你不是讲吗 现在整个柯文哲的案子里面 整个图力已经越来越巩固了 你先看到 所有台北市政府的人 能反咬的全部反咬的 全部都指称 就是柯文哲一意孤行 就是柯文哲直接指示的 甚至你还要求说 怕这个流程太慢 你要实券清醒 就是你要拿着券 马上给我跑行程 一秒钟都不能浪费 但问题是金流呢 而金流现在看起来 柯文哲以及沈静基嘴巴还是很紧 但没有想到有一个漏线了 对 陈佩奇漏线了 因为钱到了陈佩奇手上 他忍不住要存起来 到了陈佩奇手上 他忍不住要买房子 当你钱一斗 你一存 你一买房子 就并购了 保险你知道吗 这整个金华城的图力罪 或者说整个贪污案里面来说 最大的破口 你都没有想到 居然就是陈佩奇的ATM理财数 为什么是陈佩奇的ATM理财数 我就跟他讲 因为为什么 到现在为止来说话 审计已经招了没有 他说没有啊 我没有给 他到目前为止 他也不认 然后柯文哲也不认 也不认 大家都不认 他都不知道 你去查金流好不好 你现在有什么金流 我们如果用这个加密货币 我们用什么 你有查到什么金流吗 没有 所以柯文哲的老神在 你查不到我的金流啊 问题是 有人动了这些钱 就会知道 所以谁动了这些钱 这些钱前后后 只有一个人动了钱 动了钱 那就是陈佩奇 而且 你曾经讲过 像这种黑钱 如果你不动 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你怎么查你也查不到 可是只要你一动 以台湾现在的 这个所谓的金融管理的能力 你早一动 就有破口 而谁忍不住了 忍不住去动这个钱 就是陈佩奇 宝洁有没有看过好莱坞的黑帮电影 都说我假设干了 淡了一大票之后 千万不要在几年之内花 对哦 因为你一花就会被抓到 他就是 反正我已经拿到钱的时候 忍不住 ATM理财数 要那么多钱 那么多现金怎么办 我把它存进去 存进去 宝洁我跟你讲 这个案子绝对不是现在检调才盯上 为什么 因为他事实上从2020年 第一次这个编当会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存了157万 他就开始用ATM存 然后假设一直到了 这个去年的9月 这个柯文哲 去淘租影园 回来之后 要出国之后 再存了第二次 一共前前后后存了619万 一共存了60次 60次里面减掉 现在他当然 对出时间表 抓到了 你的金流 这是做金流 不明来源是来自谁 都是陈佩奇 所以你要说清楚 这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偏偏陈佩奇 他又说不清楚 他一改再改 一开始说 这是柯的演讲费 然后再来就是说 民众给的选举经费 然后小孩子的压岁钱 然后是妈妈账户的修飞机 妈妈账户的钱 讲了那么多 宝洁 破口就在他 所以现在就是 他是完全对不上了 因为大家都是巩固得非常老 大家矢口否认 我绝对没 因为沈金金在入监之前 就已经发一个公开信 我绝对没有给任何钱 然后我看到柯文哲 也把话讲得非常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代表这个两个人已经有默契了 两个人都完全奉行 这个囚图理论两个都不招 是 但没有想到 有一个人早就被盯上了 对好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诈骗集团的时候 第一个会抓到的是谁 就是车手 车手你给我招出来的话 那就可以往上延伸 陈贝奇就车手 他就是车手 他就是那个在转钱的人马 所以等于是说 现在的检掉 让你在外面 好没关系 我们再继续掌握 相关的这个证据 你越讲越多越好 因为你讲越多的时候 到时候我都可以问你这些问题 所以你说是故意 把陈贝奇放在外面 让他讲话的 对所以等于变成 现在最大的破口 就在陈贝奇的身上 只要能够从他的 这个金流的来源 或者是从他的去向 能够突破之后 因为有流动 才能够找到金流 对 没有流动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找到金流的 对 你只要一流动之后 我可以往前推 往后推 这样慢慢获取 就可以从陈贝奇的身上 抓到真正的金流 陈贝奇才是 真正最大的破口 你看我想到一个故事 就是台湾最有名的犯罪集团 是胡关保犯罪集团 胡关保犯罪集团 当不是把星光 胡冬亮给绑架 不是打了上亿钱吗 上亿钱胡关保 谁讲过 大家都不准够花这钱 钱都不够够斗 结果有个叫小虎的忍不住 小虎就花了这笔钱 小虎花了这笔钱 我就冰购了 一样这笔钱不能斗 结果谁忍不住斗了 陈贝奇斗了 去看豪宅 去买商败 去搞一个公司 去搞ATM存钱 结果还变破口了 所以ATM存钱开始 检调就知道 你为什么存那么多钱 开始 我认为那时候检调就知道 因为他去存60次ATM的钱 610-9万 这个早就会被盯上 人家一定开始 觉得这个很奇怪 好那后来 他在今年5月又去 又说他退休 然后看豪宅 买商办 设置要公司 保险 我跟他讲 如果当时你都被盯上之后 这些你一定都被盯上 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消息 说你觉得有看过豪宅 你觉得有买商办 你还有这个设置 这些什么资料公司 全部都已经在 人家的掌握之中了 而且我看到了 检调单位对他 完全是掌握得非常彻底 第一个人讲说 你有700万的不明来源 你中间花了100多万 你透过ATM存 当然还去做了很多的解释 怎么去不一起 搞了半天告诉你说 不是100万 而是600万 今天更清楚的数字 619万数字都出来了 不但是619万 而且你分了60次 我要问哦 60次 你是怎样 你是每天去ATM 对 没错 现在这个出来的资料 是这样子的 他又分了两个大次 大T次去存钱 第一个大T次就是在 2023年的春天的时候 那时候是在便当会 第一次举行的时候 他就存了多少 简单目前放出来出来的时候 157万3千元 都有资料出来 连3千元都有 而且他存在谁的身上 他存在他自己 还有儿女的这个 三个 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的账户里面 都存了非常多钱 就存在这个地方 而且用ATM理财数 第二次是什么 第二阶段开始就是在 柯文哲单独去建了审计金 然后到美国丢了手机之后 开始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一共 汇了大概 462万6千元 这个数字 所以是619万 好 现在619万的时候 你说不清楚啊 你完全讲了四字的口供 你一直翻来翻去 翻来翻去 好那现在来保杰大 因为如果假设 能够从他的金流 对出 他对价关系来说 假设是来自审计金的话 那柯文哲就是 这个贪污 贪污罪没有问题了 那他可能也会变成 贪污罪的共犯 他陈沛琪也会 另外第二个 你说陈沛琪是贪污罪共犯 对他最少 他也是涉嫌到洗钱 所以现在等于是 保杰 现在他如果 这个下一次 检调在约谈他说 他随时会变成被告 所以你现在 你有洗钱 对 你有财产来源不明 甚至 你有可能是贪污共犯 对没错 好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我们如果 仔细去看了一下 他们家的这个状况 柯家在这个地方 他在附近来说 我们现在制作当中 也都把他所有的 这个ATM的单位 全部都调出来了 调出来那么多 你看他家附近来说 国泰四华 远东商营 渣打银行 东门银行 一大堆的这个状况 对 你知道在2020年的3月 还有去年的9月开始的时候 陈沛琪在这个地方 来回走了60次 60次 你看他在这个地方 来来回回 你知道说 中校东路走九遍 他是在这个细腻路走了 来来回回60次 这细腻路走 对60次 然后他就这样 他就拿着这个钱 一包这个钱嘛 钱他不适合到 这个所谓的银行里面去 他就拿一叠钱 假设这一叠钱是20万 然后20万 因为他有这个20万的上限 我就把他丢进去 存了20万 20万就这样存完之后 然后再离开 然后下一次再拿了 这个20万之后 然后再存下去 一共他最终 这个检掉目前是说 一次次拿10万 因为他一共619万 存了60次 所以他拿了10万这样存 存存存存存存存 这样存 他以为用10万去存 绝对不会被发现 但是宝洁 我跟大家讲 10万去存的时候 ATM的CAMERA 还有这个所有的对账 全部都对着你 你都非常清楚的显示出来 所以你说他每次就拿这个10万 拿10万10万 然后放在 就这样把这个钱 对 放在ATM里面 存起来 把它点开 然后这样存起来 然后他那边存的时候 一定就是这样看着 所以他的脸 什么都被招得非常清楚 然后你拿了什么卡片进去 会存到哪一个对口的银行 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才说 他的所有的账户 那多开心啊 我想想都很开心 这个钱10万 难怪陈北琴这么开心 抱歉 当然是非常开心 去存钱的时候 存进去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账户的余悦的时候 对啊 一定是非常开心 我听到那个 我都开心了 但是他就犯了一个大忌 就是他太早把这个钱 放进去之后 没有错 入袋之后 但是那个银行就从此开始浮现 原本藏在后面 沈青青跟柯文哲 或者应小 应小他们之间的银行 你是查不出来的哦 但是因为你一动之后 我发现到有动静之后 开始破口就是你嘛 你的现金流开始出现 而且终于发现到金流 不然的话你怎么去说柯文哲 难怪佩琪越来越爱她老公 对 所以你知道 好除了这个今年的 除了汇钱之外 你看他又买了什么 又买了那么多的 包括说像这个 所谓4300万的这个上半 4300万上半的话 目前为止 确定可能是 这个陈佩琪去买的 只是让柯文哲去签字 所以还是他嘛 所以他目前为止来说 那你就拿出这个银行的对账 他拿不出来啊 所以才说现在 真正最大的破口 就是出现在这个陈佩琪身上 而且保险跟他讲 如果你仔细去看 这个整个过程的话 你会发现到说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隐隐 你可以 我们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柯文哲他要 坚持要选到底 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 我只有透过这次选举 才能把这个钱洗出来嘛 为什么 好假设 别人在选举他在洗钱 好假设我今天是蓝白盒 郑总统是周伟友 那我怎么去运作 我的这些相关的资金 没办法运作啊 所以为什么 你看 我觉得他有一个 所以你第一说 整个整个一来一去的钱 已经穿好了 穿好了 我要把这个钱给洗干净 那我一定要通过一个程序 通过一个流程 对 考了半天是选举 是最好的机会 当然你可以知道说 一定是这样 好 那也就是说 我觉得当时 他就已经被盯上 那很好 我们就当这个事情 慢慢慢慢的发展 慢慢的发展 就果然发展 就到现在 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模样 因为为什么 如果假设是这个柯文哲 我相信他一定非常清楚 六点协议对他来讲 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可是他为什么 就是不签 对 他自己 他虽然在那边说 你们不放弃 我就不放弃 但是他事实上知道 我签的话 我那个钱 完全都没办法 我就玩不动了 玩不动了 那怎么办 那如果好 我真的假设副总统 那副总统有什么好呢 那我退一步想 如果我来自己选总统 你看我选取总统的票 然后政党的票 然后我那么多 现金在这个地方可以用 四年后搞不好 我还有我的机会嘛 所以我来说 如果你从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整个故事的 这个轮廓是越来越明显的 好 从今天检查单位丢的讯息 非常清楚是 我觉得陈佩琪早就被盯上了 也就是从五月开始 你看什么 这个东市买巨马 西市买安街 他不是 他是东市买豪债 西市买商贩 什么都买 可是你在东市买豪债 西市买商贩的时候 你所有的动作 都已经被盯上 甚至你去存ATM 刚刚讲的钱 我想到都很开心 10万都离开 我就多了10万 真的很开心 这么开心的时候 老大哥的眼睛 已经盯上你了 而且今天更可怕的是 不是老大哥眼睛盯上你了 居然连柯文哲 一对一 一个人进到逃作影员 5月30号 进到逃作影员 都被掀开了 宝刘哥 现在你看到说 陈佩琪 在ATM面前的 鼠前听着跟悦耳的声音 很开心 我想另外一个人更开心 就是透过监视机 正在看着陈佩琪的检调 嘿嘿嘿 也在那边笑得很开心 你上了 你以为是陆带弯 我直接抓到 你为什么不会讲 你仔细想想看哦 柯文哲这件事情 诡异在哪里 首先他去到逃作影员 这个时间点是在2023年 他说指出说 在9月30号 那个时候逮到 不好意思 我问一下 9月30号这个时候 金华城请问一下 弊案爆发了吗 还没有啊 那为什么检调 这个时候就盯上了 各位 这跟郑文燦事件 是一模一样 怎么样跟郑文燦事件一样 就你现在看到柯文哲 跟陈敬青还在这 富于王抗嘛 对不对 没有 检调早就已经布下天罗地了 而且请问一下是2023 2022 2021 2020 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 搞不好从金华城要动的那一刻 事实上就已经被递上 因为在郑文燦的写述书里面提到说 当当时就已经传说 这个改建 比如说这个土地征收 有疑案 有疑案的时候 检调就已经挂线了 检调就开始追查了 甚至检调就开始追踪了 如果说他会这样子去对付郑文燦 他怎么可能不这样去对付柯文哲 而且如果今天桃园的土地变更 那问题这么大 那金华城不是更大 你说金华城早就在老大哥的眼皮底下了 老大哥这叫仰案 郑文燦这个案件从2017年 我乖乖还记忌了 他连在市政府里面所讲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全部通通都被录起来了 每通电话都录了 那这个仰四年有什么大不了 我要仰到我可以砍的时间点 我才可以砍嘛 郑文燦那个时候有保护伞 现在柯文哲搞不好那时候有保护伞 我就等到2024年 我现在赖兴德上任之后 约会 请问一下金华城这个案件 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5月 啊5月是谁上任 赖兴德 郑民先上任 所以给一个时间我先准备军马 开始 接下来我马上马被你动出来 哥你仔细看哦 柯文哲在8月29号的时候记者会 2024年孟文昌说 哎没有啦 我只去过淘出原疑事 哎哎哎哎 跟神清清唱歌啦 对啦 他财团啊 财团也是四名啊 有什么大不了 他也是四名 对不对 结果剪掉就还等你讲这句话 你一讲完之后没问题 我马上相关的证据传变变 先丢一个9月30号 独自前往淘出影员 保险哥这个东西有个猫腻 为什么他要特别写独自 代表你可不可以有去其他字嘛 只是其他字是跟大家一起去唱歌嘛 可是可能是游玩嘛 因为只有独自这个东西 行精才可疑嘛 而且他不只是掌握 他跟你讲我怎么掌握 来第一个 他有访客记录 代表沈庆青 过来记不记得 慧珍讲过一句话 他说连拿他500块1000块 他都要给你签名 所有事情 他的记录都没删掉 再第二个 连监视器画面都盯到了 所以代表时间地点 我都调到了 我看到监视器影像的时候 我毛骨悚然 我为什么毛骨悚然 这个在2023年 也就是去年的9月30号 一般来讲 你的大楼的监视器 保存多久 最多两个月 最多两个月 你通常就要洗掉了 你等于说 在去年的11月30号 选举总统大局 还在进行的时候 你就已经跑到逃书影员 把监视器的影像 给拿下来了 所以把那个等于是 我跟你讲 到时候检查公布的资料 讲那个档案 就柯文哲每次进去 逃书影的截图 那个画面 我会讲你会吓死 搞不好满满的 整个我们讲 USB都撞不下 你柯文哲的USB都撞不下 再看一下 是访客记录 监视器的影像 手机定位都有 对而且手机定位 各位所以你懂的意思吗 代表从2020年 柯文哲开始碰 特别是在映晓威那个便当会开始 你觉得检查没有定位上吗 手机定位就有了 早就定位上了 不然你跟你讲 你没有办法拿到这个监视器画面 如果保丁跟你讲到那个美感 早就洗掉了 他搞不好有人分门别人 2020年去唱歌的柯文哲 2021年的 去巧思景的柯文哲 2023年 最后面的 打完收工的柯文哲 12345678 全部这些画面 都在检查手里面 而且我刚才讲 那两个月还是多的 一般来讲 一个月就多了 所以你就是要检查干嘛 装夯 我就放长线钓大鱼 你这个顺藤摸块 你尘埃王哪里去哪里去 我就说让你柯文哲 看你要演什么线什么 因为如果 各位你想想看 这些底气他都有的话 那他一定确认过一件事情 柯文哲 有没有在草述里面交款 有没有在那边拿现金 我更会保证 肯定没有 不然检掉的 就不会从现在的方法去做 因为理由很简单 如果柯文哲去拿现金 我跟你讲 一咖行李箱大咖 大概就两千万 两千万打到麻烦了 那你想想看 我们刚才讲到光那一千五里 如果柯文哲进去里面空手 他出来多一个 心理一线好重 他已经都亲自拿 柯文哲钱不给人家碰了 哪有可能检掉 还不去打他 绝对人账据祸 所以代表只有一件事情 检掉知道你去那边干嘛 他也知道你什么时候去那边 而且他现在请了所谓的 虚拟货币专家 很显然 他知道你的交付方式 可能跟一般想像传统的 现金大不相同 所以你看 柯文哲在隔天之后 马上2023年 去美国了 去美国 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第一 他这个美国的行程 在西部跟别人都不一样 科技产业之余 听起来超奇怪 我跟两个我记忆犹新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在 讨论柯文哲 我就说怪了 这是国内蓝白鵝吵的 不可开销突然跑到美国去了 然后说什么看科技业 看产业界 对 后来我想说你所以 喔咱不得你去看区块链 他就是去看区培链 你就去看区块链了嘛 对不对 而且很巧的是 手机刚好也不见 各位 手机是至关重要的 铁证跟证据喔 我都怀疑你科文哲 手机真的不见了吗 所以各位你现在想想看 这全部串联起来 第一 科文哲讨不过检调的天罗地网 第二 到底科文哲在那段期间 做了什么 非常起人一动 所以 早就被盯上 我觉得这个 真的太可怕了 保安哥我不要讲这个好不好 我们讲到陈佩奇就好 你想想看喔 如果说2020年就盯上的话 你看看豪宅 都在1.2亿 请问一下检调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全程清理租属 搞不好就检调放出来了嘛 就是你陈佩奇看过什么东西 我讲检调一清二楚 你整个行踪了吧 而且再买商办4300万 我醒悟下来 这个金流到现在查出来了没 陈佩奇说 我有银行对商记录啊 是选举不出款的 我要的话可以绣存给大家看啊 请问一下他绣出来了吗 没有 我讲很简单 就2500万 2500万 2300万 三个账户嘛 你分别提出来的钱 或者是你转账的钱 加起来4300万 我讲打完收工 直接把我们脸打烂 到现在还没讲 但我跟你讲 根本不需要 为什么 检掉这部分搞不就查完了 大家包括他治疗公司到ATM存钱 搞不好你陈佩奇在那边 哒哒哒哒哒 然后听那个月娥声音 然后笑得很开心的画面 通通都有 所以不管你们夫妻俩 我就问一个问题好了 现在柯文哲在里面 省心在里面 为什么陈佩奇 偏偏就只有他在外面 为什么 可以放出来的 我就是要放长线钓踏鱼嘛 我要顺藤摸瓜 我要让你这个车手在外面 继续逍遥 继续花钱 最后面我可以定陈佩奇什么 我到时候抓进来 我证据只好准备好 为证罪有没有 有 洗钱罪有没有 有 他们是罪条例 共败有没有 有 到时候你假虽然会出现 好 你是听到了4300外买这个房子 而且是现金一口价买掉 买掉的时候 大家以为说那个名字 挂的是柯文哲的名字 可是买的人 谈的人 竟然是陈佩奇 那现在大家最好奇的是 这个4300外买 刚才讲到 陈佩奇是完全忍不住 就像刚刚是中医开始讲 黑帮在搞黑线的时候 一定要去忍耐 要忍过个一年两年三年 把他洗得干干净净净之后 大家才可以用这个钱 很多黑帮出歹息 就是因为有人忍不住用了钱 这个人就陈佩奇 而且 现在重点是 你不但是用619万 去存在一天 你花了4300万人 去买房子了 保杰哥 你知道佩奇现在 他之前去那个看守所外面 他不是讲说 我觉得我现在的心 跟柯文哲越来越近了 我告诉大家 佩奇 你现在跟柯文哲的身体 也越来越近了 真的假的 你不要以为只有心而已 因为你有可能会变成被告 你知道吗 不这么严重吗 因为他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破口嘛 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过去柯文哲都讲说 他们家所有的金流跟账 都是掌握在佩奇的手上 对 那你看我讲了这个 4300万商办的事情 对 到现在 三个礼拜了 他完全没有公布欸 我跟大家说 这个叫一个大水库理论 现在柯文哲我算一算 他有10本账本欸 10本 保杰哥我算给你听了 10本 两个基金会 对不对 再来他的政治现金的专户 再来他党部的账 再来柯文哲自己的账户嘛 陈佩奇的账户嘛 再来木可公关公司嘛 包含他三个小孩 是不是总共10本 小孩都有了 对啊 他存到他小孩的账户里面 那我要问的 问陈佩奇嘛 你到目前为止三个礼拜 你完全不敢公布 会不会不敢公布的原因是 你可能这个4300万 是来自于不同的账户 转来转去 所以你不敢公布 会不会有钱 是来自于你小孩的户头 所以如果说你讲的很简单 他说这个就是选举结育款 选举结育款就是在 李文中在他不知道的状况下 存到他三个账户 你就把那个三个账户公布 公布了以后 就交代出来说 花了4300万 这么简单的事情拿不出来 是嘛 所以到现在 为什么我们讨论了那么久 以陈佩奇的 他过去的这样经验 他一定马上会拿出来 给大家看的 他连20万都拿给你看了 20万 107万双城论坛的存折 都秀出来了 你现在为什么不敢秀 那就代表心虚 而且我告诉大家 他接下来他们家 有可能变成怎样 一家都是贼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如果假设他减掉手上 你说他有没有掌握这个4300万 如果连去逃出影员唱歌 减掉都已经掉这个定位 都知道了 你觉得现在减掉的手上 看不到你4300万的金流吗 4300万早就在这个减掉的手上了 当然嘛 减掉他今天各个银行 你今天所有的汇款记录 包含这些账户 清清楚楚 所以我觉得陈佩琪 最后有可能因为他 自以为是的爱 自以为是的理财数 ATM到最后变成一家 可能都是这一点 炮小屁 你也在追这个世界 现在再买卖 然后拿民众党说要告你 你告了没 民众党告了 告了 告了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整个是 以柯文之为的核心 我们讲它两个地方出钱 公关费 2.8亿跟1.5亿 一个就是那个顶月 就是金华城的子公司 一个中华工程下面的小 那个小的公司出这个钱 好 我们来算算账 钱最重要 印小卫4500 那一亿的不明流向 可能是给其他的议员 或是官员 好 然后呢 你手上有的可能1,500 我们知道 就是那个不是时间 是那个钱嘛 那剩下的钱呢 所以他整个 而且现在叫麻花哥 我怎么说呢 所有的钱是混在一起 有七个地方 七个地方是 省金卿可能汇钱的地方 第一个地方 木可 木可是有钱进去 已经证实了 对不对 有钱进去 有 然后第二个可能新姑娘 然后这个众望 进总 还有一个进总 最妙一个钱 你们有想过1亿多 我想给你听 99999 他以为10万 就要去登记 就要登名字 要有名字 这个有3000多万 请检查 这些人头 是不是省金卿的员工 还更 你们那时候 现在有答案 董事长我跟你讲 有答案 什么答案 你还记不记得 有18万笔 对 就弄那么多笔干嘛 怎么弄 弄死人了 好 18万里面 9999不到1万的 这不用秀姓名的 有1亿多 你回想起来 你们有讲过这一集 对 那这个又1亿多 这边就1 2亿了 好 那总共4.3亿里面 那怎么给他 我还没讲完 陈佩奇的账户里面的钱 至少证明是619万 619 7 800万吧 至少对不对 ATM的 然后USB里面的钱 还有派出个新的检查官 叫做虚拟货币 这七八样就是 八爪章鱼钱就给你 我给你几亿吃 这样子给你 给你柯文哲 好 再拉回来 4300万这个事情 4300万 那今天我等他了 第16天 对 我拜托你拿两个出来就好了 拜托陈佩奇 跟陈志涵 第一个 你们两个签了私约 你们今天私约 到大叔那边弄到了 这个地震事物所登记 才能过户 4月到现在没有拿出来 你秀61万 就是买方柯文哲 要缴的气税 就房屋税叫气税 大概61万乘以6% 大概3 4万 可是土地震事税 是那个陈性屋主要缴的 你可能要缴了几百万 你如果真的卖了4300万 第二 你什么钱去汇的 这个只有第一种钱 不会坐牢 其他都会坐牢 你知道吗 第一种钱叫做 干干净净的 7300万一票30块的 总统补助款 显然 我跟你讲 市的话早就有 增结白放 早就拿出来了 第二种钱是什么钱 第二种钱就是 各种张钱去买的 如果真的有成交 第三种 那真的有成交吗 是不是只有付 那个3万多块 61万的那个计税 而其他是有人送的吗 所以这个事情 要说清楚 讲明白 一团混乱 好 所以武总 刚才讲的 陈贝吉现在 刚才讲早就已经被盯上了 而且你讲说 现在市政巩固最明显的 就是陈贝吉 所以就看 怎么会丢这种 619这种数字出来 619的数字很恐怖 对 老儿子知道你清清楚楚 你少过去外面乱玩 他只要让他封口 不要乱讲话了 连尾数都告诉你 不是 这家有个 3000块都给你交出来了 所以那这个意思 就是警告陈贝吉 这个警告陈贝吉 陈贝吉随时会被动 对 同时也告诉柯文哲 我告诉你 因为律师一定会 律见的时候 律师会告诉柯文哲 对 现在媒体这样写 那柯文哲一听就知道 这个是确实的 因为确实如果有这个数字 有这个数字在的话 他随时 我刚刚讲这是支线 随时可以启动调查 那启动调查 他马上变被告 他们一家 是一家总共 5口 5口有4口变被告 他搞个什么东西 就是变成一家全部中奖 所以这对柯文哲的压力 会非常大 尤其小孩子 是拿陈贝吉 去押柯文哲 对 而且小孩 拿小孩 小孩麻烦 小孩变成钱科 小孩变成你 你现在被诈欺 我把我的户头 借给诈欺犯去存钱 那我问你 那我本身 我这个借户头的人 借身份证的人 是犯什么罪 有罪 洗钱罪啊 你洗钱嘛 小孩也犯罪了嘛 只要有这个 财产来源不明跟洗钱 有个前提就是所谓的 犯罪所得嘛 他把你扣一个犯罪所得 你这几年就完蛋了 你小孩就 不过你在美国 在日本念高学历 结果搞个前科 对 你说不说得了 小孩就不敢回来了 我跟你讲 莫名其妙跑法院 搞不好工作都不能做了 当然不能做工作 而且你良民证 可能拿不到了嘛 对 对不对 你要再入籍美国 入籍其他国家的话 拿不到了 这么敢 这个非常狠的一招 而且他是警告你 所以这个是 检调透过媒体 警告柯文哲 让柯文哲在里面 产生压力嘛 他不是要警告陈佩琪 让柯文哲压力大 柯文哲是 他这个心里的 心里的防线 有可能会崩溃嘛 对 好 我又回到他主线 主线就是柯文哲 跟沈金金 两个人之间的资金 往来的关系嘛 那我们已经判断 那个钱藏哪里嘛 钱藏在USB里面 对 他对USB的看重程度 跟目前我们所了解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台湾有几种东西 会用到所谓的这种虚拟货币 非常多的 一个就是casino 线上赌博 在国外赌博也是一样 他那个赌博的时候 我们这个叫交付款项 他的收钱跟送钱 两个都是用虚拟货币 第二点 柯文哲在当年2019年 跟2024年的总统选举 他都不断地都发表过文章 有去看过这些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要鼓励要台湾搞虚拟货币 所以我根本上认为 他有非常大额的 巨额的款项放在USB里面 如果让我们讲到 陈培基早就被盯上了 而且陈培基那619万 你透过AD去存 你用现金去存到账户里面 而且存在你几个小孩的账户里面 这个已经很清楚了 很清楚为什么还不抓 因为关键在这里 那个对解调来讲 那根本不足以满足 他们对办这个案子的成就感 要办成就感 这个关键就在这个4.3亿 今天又去提审了 审计金以及姻小威 所以现在最后的工房 工到城门前 这个城门 这个最后的破口 就是4.3亿 保罗哥现在两边是 有出有进 要把两边敲在一起 中间那个桥梁 是先来减掉机枪要突破最大关键吧 所以你仔细看 包括省金在掉出来 因为先前 硬小威跟王仲坎这个 我们已经确认了 这个4740万 就是跑到那边 但现在要知道是 这4.3亿元里面 到底有多少 跑到陈培琪那边 会不会就是那个ATM的619 会不会就是那个4300万 会不会就是那个看1.2亿 甚至是2.5亿豪宅的案件 所以我必须要省金金松口嘛 就在逼这件事情嘛 所以搞到半天 我不觉得619万已经很大了 对他来讲 概括就是半首领 南三级 你觉得4300万已经很大了 不过那也是小钱 真正的大钱 是这个一来一去的 当然吧 保陛哥 我跟你讲 所谓的619万是什么 陈培琪是什么 当牛呢 市场富林呢 我给你记住的面 给你10万 给你100万 刚好而已 叫车马背 我跟你讲各位 绝对不是大条的 绝对是南三的 但现在真正重要是说 这个4.3亿元 你省金金到底招不招 就保险哥遇到了 我们讲的顽强抵抗 富于抵抗 你知道什么吗 沈金金现在就是 我要钱没有 你要命我就一条 我跟柯文哲 我们两个杠帥 你问我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我统统不知道 所以柯文哲 现在跟沈金金 绑在一起了 绑在一起了 因为为什么他们打死不认 为什么打死不认了 各位 我看到这个你就听懂了 第一 我们讲整个农机奖率 从原本的增加到560之后 他编了1.8亿 后来呢 到了840之后呢 右编了2.5亿代表 这个农机奖励是有利可图 而且利益非常庞大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家建设公司 编4.3亿的公关费 从来没有太离谱了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他总共增加的农机里面 300亿哦 我们讲按照行规 业界规矩 江湖规矩 我帮你帮事情 我帮你出力 我帮你瞧事 保险哥你知道什么吗 就1% 我就拿当中的1%抽成 所以大概是什么 所以他增加的利益 大概有300亿以上 300亿以上 他才会拿1%出来当公关费 对嘛 但如果事情办得特别衰退 比如说时间特别快 我肯定给你1.5%嘛 那刚好加总起来 各位 有没有跟这个数字 就4.3 就差不多4.3亿 所以检调现在很清楚说 我们大家都内行人 我们专门办这种贪污自罪 这种关缩案的 所以一起查之后 就觉得这个4.3亿 绝对大有问题 因为保险哥我问一件事情 沈静靖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交代这个钱去哪里 没有 没有 完全讲不清楚 而这个1500万客户者 有没有交代清楚 没有 包括你知道你是前金后借什么的 但现在唯一的证词 口供就是 你沈静靖必须要亲口承认这个1500万 而你柯文哲必须要亲口承认这个1500万 但为什么保险哥 你要仔细想想 为什么他们死不承认 这才是真正问题的关键点嘛 因为理由很简单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我问你你今天是沈静靖 我今天好不容易了 对不对 我金华城这个案件 可能可以赚到1000多亿元 可以总销1000多亿元 那我要1000多亿 还是要我这样的烂命 反正我其他投资都失败了嘛 我中石化也赔钱啊 我中工也赔钱啊 我拿洋蔥金华城也赔钱啊 这我最后一搏的机会了 我最后一搏 我只要1400亿我就翻身了 对 那我现在如果没办法翻身 我宁愿烂死在里面 所以柯文哲跟沈靖靖 两个人是性命相搏 当然柯文哲一样嘛 沈靖靖要搏的是那1000多亿 那柯文哲要搏的时候 拜托我辛苦耕耘10多年 对不对 好不容易这边闹 这边闹 保健哥搞不好 我滑酒全50、15、20 这你都不知道后面加一个亿嘛 如果对柯文哲来讲 我今天好不容易赚到这些钱 我到手了 按照我那个帳目笔记本的总计 那我就很简单的逻辑啊 我现在出去了 我检掉没收所有的倘虎所得哦 你可以认哦 那可能关个5年 关个10年就放你出来了哦 你配合的话 那请问一下柯文哲到时候有什么 那我辛苦的一无所有耶 所以我与其这样 我不如在此之后跟神经兴我们人 拼了 拼了 天命来拼了 为什么 诶各位20亿跟我们讲关20年 你要选哪一个 诶有时候你真的会天人交战哦 我至少我在里面 坐在里面 你以为想说他很痛苦之后 不是啊 我蹲在里面 我坐在拘留所 我被羁押了 但我身价还20亿 我身价还30亿 这样有爽吗 有些人就觉得这样很爽嘛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对他来讲 现在是整个检掉跟神经兴 所以他现在是要钱不要命 当然要钱不要命啊 否则我们讲这个东西 神经兴最明显 神经兴行费罪 我跟各位解释就好了 一到七年 那你如果从十招来的话 对不对 金华城到底会不会被被指 我们暂且不谈 这个一年 你配合办案 他一定可能给你两年 还行五年 我跟各位保证 神经兴只要招了 他明天就走出去了 那为什么他打死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想着我如果招了 我那个1000多亿 很有可能会消失 什么都没了 对 因为我这个案件 可能就行不通了 金华广场 可能这个我们讲 冗基奖利 坐实是贪物资罪的调料 他这几年所有的投资都失败了 他这几年来负债累累 他这几年就靠这个金华广场翻身 如果翻不了身 他就一无所有了 对 所以各位你按照这个逻辑 你就听懂 为什么 因为现在克文哲 跟我们讲的这个神经兴 都是亡命之徒 但是他们是 救后亚的亡命之徒 意思就是说 他们的确满手都现金 代表这个有一个逻辑 就是什么 穷到只剩下钱 因为除了说 这些满手现金 除了这些 就是我们讲的 所得的 不乏所得的款项之外呢 他们什么也没有 自由也没有 人生也没有 各位还记得陈培锦讲说 我老公都很勤俭 都在吃那些很烂的东西 豆浆啊 对啊 他就每天 他怎么可能 对他就是有可能 因为理由很简单 对他来讲 是我这个身价30亿 身价50亿 享受的这个荣耀 比起这样 克文哲在里面 多撑一天 能撑一天 他就算一天 好所以吴总 一开始你买认为说 沈金经是最可能 变成了污点证人 因为第一个 你是清醉 你只要承认 你就没事了 还有你的身体 今天看起来 也有人看到 他是坐着轮椅进去 坐着轮椅出来 然后呢 身上还有尿管 在这个状况下 他都还要撑下去吗 沈金经他有个特性 因为他本身 潮污情况不好 对 所以他这个 这些钱 先垫的钱 都是要先从公司里面 掏空出来 所以他先掏了4.3亿 你回来那个4.3亿 但是我们现在讲 检调查出来 有两亿多 对 去向不明 对 那问题很简单 我现在讲 最简单的问题 最后最后最后 简单一定要问你 你这个钱去哪里 对 你这两个说法 你一定要有个说法出来 如果我给了沈金经 你明天就出来了 明天就 我给了柯文哲了 不 我给了柯文哲了 他就变当五点证人 另外一个 他不讲柯文哲 他讲谁 他不能讲刘宝洁 不能讲吴子佳 他讲谁 讲谁 讲自己 对不对 钱我个人吞了 江湖老大 勇敢一点 那你知道多惨吗 重大金融犯罪 你刚刚把那个 所有的法条 重重看一遍 两亿多 你从上市公司A掉了 对 这一条 我跟你讲 一罪一罚 搞不好一判一判 十年到二十年 所以他那不得了的 这个重罪 你认为沈金经 会为了柯文哲 沈金经只要 讲柯文哲一件事情 他零犯罪 零天 一天都不要关 对 都是春楼过敏 连这个 因为这个掏空案 是挂钩在贪污犯 贪污案里面 所以肥检可以把它豁免掉 所以通通豁免 你知道吗 一个是一天都不要关 一个要关十年 神经要选哪一个 小姐一定会招的嘛 可是那为什么还撑着呢 不 你听我讲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个多严重 他律师会跟他讲 他认为他们想打 他想打无罪嘛 对 他认为我不想拿 然后没辙啊 我掏空慢慢跟你打 他搞错了嘛 为什么搞错 他不会出来了嘛 你知道为什么吗 出不来了 两个人都出不来 所以科幣也出不来 我现在问你很简单嘛 出不来的 把你关在里面 连续继续羈押的理由是什么 逃亡跟这个创供嘛 对 好 我现在问你很简单 你们两个人都不招出来 这个金钱的来源嘛 对不对 那表示这个 还有第三者 有这个同案的重要同案被告在讨啊 那怎么可能让你出来呢 那个外面那个搞更多钱了 会不会有第二个USB啊 对 有没有第三个USB啊 所以简单一定说 你这个东西怎么可能让你出去呢 所以他只要不招这个情况之下 两个家伙都出不来 而且压满四个月之后 我告诉你 因为到地院继续压 你就会被人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他重罪嘛 两个都是十年二十年的东西啊 那他怎么放 对 所以一定这个僵局啊 简单 这个北姐一定说把他打破嘛 对 那我的钱 打得破嘛 当然打破 因为很简单 现在我告诉你 我认为USB已经破掉了 USB已经破开了 金额已经知道了 已经看到了 金钥匙也破开 金钥匙就打开都可以看嘛 对 就进去里面知道他钱 到底多少钱啊 这总额应该已经知道了 我现在担心那个总额 可能是远大于这个三亿 所以他用这个金钥 不是今天用 他是2019年就开始研究了 对耶 他用2019年研究 他还要说如果当选总统 国家还要成立这个什么 金融虚拟金融局耶 所以柯文哲很懂虚拟货币耶 他这个科学理性物实 真的是科学耶 你懂不懂这个虚拟货币 我不懂 对 他那个老头子65岁 居然搞民众党科学理性物实 第一件事情是搞虚拟货币 你有没有想过这种事情 没有想过 泰达币是有交易所的 你知道吗 泰达币要登记的 那陈金钥给他的钱 绝对不可能是比特币 为什么 比特币没有办法算嘛 第一次给他是泰达币嘛 泰达币是美金1比1嘛 1比1的情况之下 所以2亿换成美金多少钱 比如说7千 700万或多少钱 就讲清楚的 那个是固定的 那个固定汇率 所以一定是泰达币 泰达币是什么 泰达币在台北有交易所的 真假的 他有登记 叫实名登记 他当然不会用沈金钥名义 他用别的名义去登记了 所以沈金钥在那边的登记 是查得出来的 所以他为什么今天连续 传沈金钥过来问 所以这个部分是有账的 但如何兜到 到了柯P手上 柯P这边的账 金额他也知道了 但兜不拢嘛 他没有办法把它勾散起来 还有我刚刚讲的 我怀疑柯P那个金额是非常大 好几倍于两亿到三亿 因为他是常年搞的 我告诉你 这种东西他不会只搞一票 如果他会搞金华城 就一直搞 但是长期就搞了 他干这一行早就干了 他可能在2014年 后面再换人的时候 就开始就干了 那个黄山山进去 就是专门帮他干这个玩意的 他一定有跟他一个团队 你看他莫名其妙 搞个李文中来干什么 因为李文中就负责跟谁谈判 你记不记得 跟谁谈判 大巨蛋 大巨蛋 我跟你讲 贪污有两种 一种就是我跟你要钱 这个是很好的 大家还好来好去 一种恶劣的人知道吧 就是不管人家感受 抓的 跟你挖出来的 我认为他干了这种鸟事 所以这个东西叫 他最怕的 其实不是怕什么 陈佩奇这个东西 他怕这个金额一公布 因为最后 最后起诉书一定要写出来 我告诉你 到时候民众党 整个都团灭了 另外唐主席 他跟那个天价 这个非常庞大的金额 你这个阵子怎么搞 好 刚才讲说 还没有一个另外的淫务者 今天众旺基金会 发了一个声明告 针对你昨天 你昨天就查了 众旺基金会 进账2000多万 2000多万出去 结果你只有 10万块的开销 你2000多万都不见了 钱跑哪里去了 你提出很大的质疑 结果我众旺基金会 就开那个新闻稿 那个新闻稿就说 媒体名嘴就是你了 你说你出事的报表 是本会公布在网上的 财务预算表 不是最终的收支 判名嘴不要说无解读 拿大作文章 还有本会收入支出 都受到主管机关相关规定 都没笔 都有评证 本会还要开所谓的董事会 经过董事会通过以后 我就会承报了 2012年的财务报表 你说这个不丢还好 丢了问题大了 第一个 现在众旺基金会 照讲是李文中 李文中已经带了电子脚铐 他改发这个声明稿吧 现在众旺基金会 大家都知道 他是柯文哲 一手在控制的 那柯文哲 怎么发这个声明稿 所以现在 除了柯文哲 除了李文中 还有一个神秘的第三人 可以发众旺基金会 的声明稿 来打你的脸 是 宝洁哥 我真的觉得民主党非常神奇 你讲到任何事情 每个人都说我不知道 你去问谁 你去问谁 可是隔了一两个小时之后 就会有一个声明稿出来 然后明明那个公司的负责 比如说像木可公司的木责人 李文娟之前在被剪掉约谈 他人还在剪掉约谈 结果他们公司的声明出来了 木可公司声明稿 到底为什么 到现在很有趣 现在李文中 他本人应该是在 所谓的电子脚铐 然后呢 他也是被行众被监控当中 那我是不知道这一个声明稿 是不是由李文中暗印核发出来了 不然我想请问一下 谁可以拿众旺的这个印章 然后在那边盖 换句话说 盖章的人不负责 负责的人不盖章 你是在公司是在通账 而且这个是众旺基金会 我跟你讲 他这声明稿出来 每一点我都可以打脸他 第一点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是他们公布在网站上的财务预算表 并非最终实际的收支 说我错误监督 这莫名其妙 来 我来 我跟你讲 这家众旺基金会 他的主管机关是谁 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根据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你看哦 这是109年度10月30号修订版 所以换句话说 当时台北市长是谁 是柯文哲 好 他里面其中有关于所谓的会计报表的一个 他明明规定 所有的这个年报 包括资产负债表 收支余错表 还有业务支出表 跟工作报告书 2023年度的 必须在2024年5月31日之前 就要公布出来 就要编报出来 现在9月了 911 好吗 911 现在就两个种状况 他现在疼着嘛 他说他们没有 因为他第三年说他们之后会召开 董事会通过吧 所以第一个 你们到现在该交的财报不交 然后还在责怪我错误解读 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众望基金会财报 5月31就要交 到9月11号还没交 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你死啊 你怎么完全没有去查核 还是我这样子帮你查核出来 第三件事情 你的预算表最神奇的 怎么可以你在官网丢出预算表 没有任何盖章 董事长执行长跟会计师 都没有盖章 没有人盖章 到底谁是执行长也没人知道 最重要一件事情 然后今天大家来问陈志涵嘛 陈志涵说我都不知道 要由那个众望自己出来讲 不好意思喔 所有众望基金会 PO出来的照片里面 都有你们民众党的人 到底你们民众党的人 你们不知道那谁知道 而且是你老公开的门 8月30号检调去搜索的时候 众望基金会地址就在台博2楼的A2 是你去开的门 那我就想问一下 你老公不知道 他拿人家众望的门干嘛 所以还是说 今天陈志涵跟徐甫两个父亲 也要进行切割 所以我觉得 这个民众党或者是众望基金会 或者是拿张合 但不负责任那个人 请出面说清楚 2700万元 结果你们花掉了2677万 5672块 其他的钱到底去哪里了 刚刚讲现在整个争败 已经到了最后一路 最后一路就是钱 现在已经抓到那个USB 那个USB就跟金要有关系 这个解开了吗 现在柯文哲真的已经 从徐利变成行贿了吗 因为你要知道 把这个 当这个北检跟联资组 去按柯文哲电影的那一刻 他已经是投赛了 没错了 一定要处理的 99%起诉嘛 可是现在目前卡在哪里 就是徐利最看起来 社会各界包含你之前的幕僚 都说可能涉嫌涂利 明知违背法律嘛 但如果你要往第四条方面走 违背职务受惠罪 十年以上的话 你得找到对价跟金流 跟现金跟钱 对不对 那现在目前 那619万不够吗 现在问题是 如果你能证明 那个钱是会管够 但问题是 现在看起来 陈美吉有四种说法嘛 而且这个还在侦查不公开 到底是不是起诉处 会有这一段 我们还要后续看 因为现在叫传出 所以我才会讲 其实北检遇到这种 重大案件的时候 他有个第八条 你应该适度说明 不要让大家在那边摸 瞎子摸相 有就有嘛 你要知道 现在加了两个人 一个叫做郭建玉 一个叫做陈文景 他们两个是很有特别的 为什么 就证明了 现在目前这个状态 是从第六条 往第四条发展 法律哥你要知道 我就讲这两个人 讲三个好了 林俊妍是谁 林俊妍 他是专门办跨国洗钱的 他之前跨国洗钱吸金 他办到有金额 高达14亿的 所以是办国际 大家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 方向很清楚了 他在往国际方向 跟加密货币 是不是钱洗出去了 但不一定是 他进来就是有 跨国洗钱的味道了 他从头到尾 江振玉跟他都是 从五月就开始办 林俊妍是本来就在了 可是最近见了两个人 他们是50起的 这两个人 一个叫郭建玉 一个叫做陈文景 我先讲陈文景好了 找了陈文景意思是什么 因为你现在目前找来找去 昨天不是有提讯吗 就看到说 穿着黄色的衣服 省进行之前天 他们两个 因为也侦察不公开 我不是很确定 媒体都报道说 联合报道讲说 他们都不认 省进行不认给钱 那客问者不认收钱 那到底有没有 你记录箱看起来有 所以往加密货币的方向去办 你是不是把它变成加密货币 这个我们台湾 他是不是东西 我听不懂 可是陈文景懂 陈文景专门在办加密货币的 他上次以前 马杰哥你记不记得 有一个S王牌 这个交易所 他你知道起诉多少人吗 他起诉138个人 所以他专门在理解说 如果你有这个金流 你又不想被抓到 你转成加密货币 你要怎么办 这个其实我也不专业 我不知道 但是陈文景这个专业 你再把它加进来表示 检方在找金流的时候 不排除变成加密货币 第二个 郭建议是谁 他就是拼命玩真的 他是专门在查会的 然后是小案 不是大案 之前乌来的区代表的选举 才多少钱 几万块而已 可是听说有人在收钱 5000块一票 乌来他跑去办 当时他收押了6个人 比这个案才多 然后办真的 所以你看这几个人 有的是实际办台湾 他看起来个子小小的 很凶的 他办的那个不叫大案 但是他就给你玩真的 这个乌来的区代表的 那个会选案 他就给你直接去以后 然后兵分十几路 抓回很多人 6个人收押 你会怕 最后找到钱以后 统统都起诉了 所以这个郭建议是找现金 然后这个陈文景 他是找加密货币 然后这个林俊岩 他是跨国洗钱跟吸金 然后呢 这个江振玉 他是宗主的 天下技术的主任检察官 他们四个人都是检察官 四个北检的完会检察官 希望能够从这个案子中 找到破口 找到金流 就会从第六条 变成第四条的 十年以上的收费罪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